第30題 小美想要配置0.2大M的氫氧化鈉水溶液1公升 來進行實驗 試問她該如何配置 首先我們應該要知道 0.2大M的氫氧化鈉1公升中 到底有多少的氫氧化鈉 給墨爾濃度給體積可以求墨爾 我們知道墨爾的算法就是 所謂的墨爾濃度乘以溶液體積 體積以公升做單位 現在呢有0.2大M 有1公升水出來是0.2M 那麼問題是 她的題目的選項都是幾公克 那麼墨爾怎麼會變成質量呢 我們曉得 所謂的墨爾就是所謂的質量 質量呢要以公克做單位 去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質量就是墨爾去乘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那麼氫氧化鈉分質量是40 現在有0.2M 要乘以40就不要做8 也就是說我需要取8公克的氫氧化鈉 所以選項A跟B呢都是8公克 這有可能是對的 而我們知道我們配置我們的最後結果是如果要有一公升 我們不可以直接加水加一公升 因為加了水一公升再加上氫氧化鈉之後 出來的最後結果就不見得是一公升了 所以我們要先拿一些水把我們的氫氧化鈉溶解掉之後 再去加水最後加到一公升 這樣才會變成我所需要的 配出一公升的氫氧化鈉水溶液 因此我們就知道選項B是對的 所以第三十題問我們說我們應該如何配置0.2M的氫氧化鈉水溶一公升 我們答案選的是B先加入一部分的水溶解8公克的氫氧化鈉 再加水一至一公升 只有是我們第三十題的答案 這一次我們就要來做一部分的氫氧化鈉水溶解到氫氧化鈉水溶解